林阔绣 锁链绣 羽毛绣 枯叶绣 珊瑚绣 法师杰利绣几个绣法 看一下效果图 像这里 6八就是说蟹板上6号8号绣线 即代表这个法师杰利绣 2加1就是6号绣的两股 8号绣的一股 据说这个图案用的是6号8号绣线的法师杰利绣 从蟹板上取下一整根绣线 一根绣线由6小股做成 咱们用几股就可以分出几股 分好的绣线这样穿在针上 这个线要一边长一边短 长的一端大截 这样就可以绣制了 如果在绣制时需要的是双股绣线 就是说两股或者说四股 咱们可以取出一股或者说两股 穿在针上 把两个线头对齐 脚线对折 把线头大截 这样就形成两股或者说四股绣线 断面绣 断面绣就是在图案的两个点 直接绣制之绣 一针紧接着一针循环绣制 知道吗这个图案绣埋 鱼毛绣 针从地部穿出来 再下一点穿入绣布 这个绣鞋不要完全拉紧 然后出针 出针后脚线套在针上收紧 这样重复绣制 珊瑚绣 针从地部穿出来 向前走一针 这个绣线不要完全拉紧 然后把绣线这样扭转一下 然后再接着上一针 出针 出针后脚线套在针上慢慢收紧 这样重复绣制 这个绣线套在针上 就算了 我们的绣线 都不容紧 重复绣制 这个绣线套在针上 这个绣线套在针上 要再接着 这个绣线套在针上 这绣线套在针上 就能够 得出针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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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循环休止 大家注意看下我后退的这一针在前一针直线的 这一面出阵 不是在这一面出阵 下面后退的那一针 都要在前一针直线的 这一面出阵 据说后退的这一针必须在同一个方向出阵 这地方用的是11吼鞋的两股断面胸 8吼鞋的两股断面胸 11吼鞋的两股断面胸 这地方用的是7吼鞋的一股零块胸 眼睛用的是7吼鞋的两股断面胸 这地方用的是3吼鞋的两股断面胸 8吼鞋的一股零块胸 5吼鞋的两股断面胸 这地方用的是4吼鞋的两股断面胸 10吼鞋的两股断面胸 6吼鞋的两股断面胸 6吼鞋的两股断面胸 11吼鞋的四股玉毛胸 9吼鞋的三股断面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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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吼鞋的三股断面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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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用的是一号鞋的绿部发尸几粒胸 这些对头用的都是发尸几粒胸 咱们根据小偶尔的颜色修制好